本期话题芝麻的营养价值与功效 黄世静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芝麻的果子类大部分它都具有那么改善 就是对我们神经需要的 包括眼睛需要的一些就是比较的就是有之类 它是非常好的不包括脂肪酸 这是我们眼睛和大脑都需要的 所以补血 补气血 对皮肤干燥气血不足 尤其是血血干燥这种 干燥引起的皮肤不须忍造 既可能达到了包括肺阴虚 肝渴少痰 还有肠道忍造 皮肤干燥 这种都可以达到了补气血不足的 黑芝麻我们讲有黑法 有氧法 但是白芝麻也有氧法生法的效果 所以但是它不能一般不讲黑法的效果 但是一般它具有 白芝麻具有氧法生法是可以的 另外还有就是说这种芝麻整体上中医里面都属于补肾比较好的 补肾就具有了就是对神经系统 眼睛系统 还有血管系统 这都是有非常有帮助的 另外我们讲芝麻也是抗衰老 减肥 酱脂 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另外芝麻润肠通便 那么减肥 酱脂 预防三高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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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听的 我们在一起 是两个OL 是哪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